本次行动共有军统上海区共计138人 或被捕或投诚或被击毙 这事不赖我 要怪你就怪代表安保 全都投下了 怪我 没能把消息送出去 你说中共的麻雀还没找到 又冒出来一个熟地皇 如果这两个人藏在行动处里面 那毕竹梁的责任就大了 先让他查 再给他下套 你有什么办法 我也认为毕竹梁不太可能就是熟地皇 上一次命令你去剿灭军统上海区的人员 这消息就没有任何的走路触及 足以证明了毕竹梁他不是熟地皇 但是三星却得到了一个消息 毕竹梁与共挡油染 共挡油染 并住 这安递 租赏 里面有诸多的疑点 但是想要查阅所有的捐踪的话 绕不开避重粮 这个好办 我可以给你签发一张特皮令 当案室里面 你可以随意查阅所有的捐踪 实在是太好了 三星一定可以找到 其中一些蛛丝马迹 等等 千万要注意 这个事情悄悄地进行 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这么说对你是有好处的 三星明白 谢谢李主任的提醒 柳小姐 奉李主任之命 我前来查阅一些案子的卷踪 还请柳小姐醒个方便 这就是特皮令呀 苏队长好大的面子 我来行动出一年多了 头一次见招特皮令 我就是个跑腿干活的 要说面子的话 那也是李主任的面子 苏队长你就别谦虚了 需要什么告诉我 可以在这儿审阅 非绝密档案也可以借阅 不过呢需要做个登记 送出座那儿报备 借阅就不需要了 我在这儿审读一下就可以了 那好 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我帮你找 你帮我找一下 郑平如刺杀丁世村案 上海特别是市长 傅晓岸被刺案 还有中共特务宰相案 没问题 上钩儿 可以动手了 这颗苏三星 心还真大 苏三星 已经进了大案室 这么快 我需要你和唐山海 帮我拦住刘梅娜 好 梅娜 我是毕城 这里有一份文件要入档 我这儿有事走不开 你能不能过来收一下 没问题 正好啊 我也想找你借两本杂志看看 好 谢谢 苏队长 不好意思啊 我离开一下 如果有人找我 你让他等我一下 好 你忙 好 好 着 你看这起泡 这件不错 我就喜欢这个颜色 明天我就去上计 让他们也尽一块这个布料 我也做一件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颜色 只有像你这种 肌肤胜血的人 才可以驾驭得了 唐队长 两个人聊什么呢 你快来帮我们看看 你说我做一件这个旗袍怎么样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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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火啊 着火呀 着火啊 着火啦 快点快点 着火了 快走 别走 着火呀 快走 那快走 着火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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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苏队长还在檔案室呢 你管他干什么 他自己会跑 对 快走 立成 走 快 有人吗 开门 快把门打开 快来丢火呀 快跑 有人吗 开门 快 快 快啊 快把门打开 是苏队长在里面吧 对 是我 给我把门打开 哪热火了这是 这么大烟 初总 您没事吧 找一下急火原因 是 原因没有查清楚之前 所有的人留在这里原地待命 人都到齐了吧 排队点棉布就知道了吗 来 点一下 好像没看到苏队长 坏了 苏队长还在檔案室呢 他该不会还没出来吧 不可能 不可能 苏维娜 处理什么时候规矩都坏了 没有我的同意 谁都能进党安室 没有 苏队 您误会了 我哪有坏处理的规矩 苏队长是拿着总部李主任的特批令来的 我刚想跟你汇报这事 特批令 嗯 苏三星本事真不小 啊 要不 我找人去看一看 我跟陈队长一块去 不用 等二宝查清楚火因 是 就算苏三星插上翅膀 也飞不出这儿 真是的 丑总 咱们需不需要先点呢 点 一个一个全给我点 听住了 是 点名 来来来来 看好啊 点名点名 走 队长 不错了 差不多了 灭了 灭了吧 好 灭了 行了行了 撤撤撤撤撤 好 走 刘美呢 好 嗯 出座 查清楚了 办公室除了出去办事的兄弟 就苏三星不在 报告出座 虎仪已查明 是西边楼梯二楼和三楼之间 对方的一批物资起火 怎么着的 怀疑是有人乱丢烟头 引起的火灾 火灭了吗 所幸火势不大 已经灭了 烟头 到 带几个人去处理现场 好 你别动 阿大青 带哪儿人啊 好 带哪儿人 安全啊 跟我来 快 等烟散一散再让大伙进去吧 好 上海 来 你跟陈深和二宝 先跟我进去 是 曾树呢 奇怪 他刚才还在这儿呢 确实是被人冻过了 你们觉得今天这场火灾 真的就是一场意外吗 就算是 也是有人故意制造的火灾 会不会是苏三星想要盗取情报 蓄意证明 蓄意证明 这场火灾 是 盗取情报 未遂 那他 还得有同伙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 他的同伙为了自保先跑了 那他为什么会倒在这里呢 因为时间不够 为了自保 他只能自演苦肉计 把这个嫁祸给别人 合情合理 看来诸位都是推理的高手啊 如果一切属实的话 那么这次苏三星 应该难逃死罪了 党队长 陈队长 沈苏三星的任务 就交给二位了 记住 千万不要冤枉一个忠臣 也不要放过一个奸细 是 是 为什么毕中粮 我刚愿意花这么大的心思 对付苏三星 他改天要是用这种心思 对付我的话 我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和苏三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第一 你有李沫群作为后台 苏三星没有 李沫群不也算是他的后台吗 当然不算了 如果苏三星出什么事的话 李沫群会在第一时间 跟他撇清关系 这怎么算后台 第二呢 第二 如果苏三星要是能像你 那么会做人的话 老碧 未必那么着急要杀他 也对 先下手为强 沙海 曾树好像不见了 曾树一向跟苏三星不和 处处被他压制 应该不会帮他吧 如果他真的以为 我们对付了苏三星 接下来就是他的话 那他真的会帮他的忙 他会不会找李沫群去了 那怎么办 我们要赶在李沫群到之前 让苏三星死得和情和理 你要干什么 苏队长 在这个审讯室 像你这么反问我的人 你是第一个 你为什么要靠着我 你应该心里清楚 我心里不清楚 你骗取李主任的信任 让他给了你特批 以查阅档案为名 肆意制造火灾 偷取归零计划 可是功亏一篑 你为了自保 演了这出苦肉计 我说的对不对 苏队长 什么归零计划 什么火灾 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你怎么能见 拳投 圈套 全是拳投有人要陷害我 我要见李主任 李主任会见一个假头诚 真卧底的奸细吗 我不是奸细 我要见李主任 陈队长 什么事 处则让你立刻 去他办公室一趟 知道了 我要见李主任 可以啊 但你要保佑你活得够长 你还活得你的 盖室 夏期的一定是毕正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被咬过一口的兔子 难免怀疑所有人 别忘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 毕中良什么都干得出来 如果你领教过毕中良的厉害 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总之我们这些人 要是想在行动处活得好 免不了互相取暖 你现在要想活着从这儿出去 见到李默泉洗脱你的罪名 你只能相信我了吧 唐山海已经进去了 如果这个电话是李默泉打的 就说明他现在还在总部 唐山海会让苏三省劫持自己 只要他上钩了 我们就有机会杀了他 给他的枪里面没有子弹 所以唐山海不会有生命危险 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他偏行 怪不得我们 刘二宝已经准备就讯 现在的脑袹在没房子弹 你还在路上 你还在宋靖里面有多 旁边之间 又有点 你还在宋靖里面有多少 还在买 他不是他们的 我我说我 我 我就想不到 呀 你还在买 我穿着 手放在水 你还在买 三省这回要是能活下来的话 我一定会报你的答案大德 再说吧 唐兄得罪了 让开 把门给我打开 走 别动 别动啊 放开唐队长 初三省 你就要冷静一点 我怎么冷静 这事 你不是 你不是 这事 不是啊 这事 别闹 去把他姐姐请过来 好 如果你不想唐队长血剑当场的话 你把人给我散了 二宝 叫他们放下枪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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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队长 我要是你的话 就不会做这种蠢事 在这儿等死才蠢呢 我要见李主任 苏队长你太冲动了 你想见李主任的话 你让陈队长打个电话 李主任就会来 你把我放下咱们好好谈谈 唐队长对不住了 你再忍一下 我信不过他们 苏三千我看你是心虚吧 苏队长 你想见李主任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我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苏队长好像有一个姐姐 也在上海 你什么意思 苏队长的家人 也是被日本人杀的吧 如果你的姐姐知道 其实你就是一个汉奸 你觉得她会怎么想 陈深你敢 陈深你敢 你现在觉得 我有资格跟你谈条件了吗 你说 很公平 你把唐队长放了 我来做你的认知 好 我陈深一人吃饱 全家不挨饿 你把唐队长放了 唐太太也不会担心 好 给我备车 我要去总部 车钥匙就在这儿 给我送过来 举起手 都别动 过来 把唐队长放开 尸体 等你们 小心 快点 小心 你何必 准备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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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凳以来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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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狐狸李莫群 自己不来 把日本人搬来 陷害 这分明就是陷害 嬴左将军 我已经把军统上海区 全部送给了总部 我早和军统已经不共戴天 我怎么可能去帮他们投情报 绝对是陷害 祖才行 太冲动了吧你 嬴左先生还坐在这里 自始至终 有谁把盗取情报的罪名 归到你头上 你有多心虚啊 这么着急要离开行动处 还不惜劫持唐队长为人质 可陈深不是这么说的 看来是我的推理 让苏队长吓破了谈 你们能把我当奸细靠起来 你们就能杀了我然后说我招了 我会在这儿倒死吗 是吗 那为什么不趁你昏迷的时候 直接把你给杀了 我们还要等着你醒来呢 莫名其妙发生了一场火灾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办公楼 只有苏队长你一个人还待在档安市 可是半个小时以后 当我们的人回到档安市的时候 却发现你已经晕倒在了那里 而且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可是呢 在档安市绝密的保险箱上面 却发现了有人试图打开它的痕迹 我想任何人看到这样的情况 都会把此人列为嫌疑人 疑问究竟的 放屁 着火的时候我在这儿待着 门是有人在外面反锁的 谁放的火我知道吗 那个 我觉得苏队长劫持我这件事 确实干得冲动了一点 但是他应该不可能一个人 完成这么多事 是 唐队长 不好意思 英佐将军 我觉得是有人怕我查档安的时候 发现了内奸通共的痕迹 所以故意设计陷害我 我要求彻查此事 还我一个清白 毕处长 是 我好像 已经听明白了 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场误会 我也希望是个误会 为了将此案调查清楚 我会把苏三行带回美机关 我会责成先民队调查此案 希望 辟处长 能予以配合 遵命 要过呢 步行 给你 你是我最欣赏的人 殷座将军如此厚爱 重量真是手中若惊 你除了有极强的行动力之外 你还有一颗强大的包容之心 其实 我知道你在承受什么 这方面我是非常赞赏你的 但只是一味地承受 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个人的爱愿都是渺小的 完全可以抛弃 其实每一次听殷座献上的教诲 重量都会备赶自己的渺小 你的这一点我很喜欢 你很会说话 其实我不喜欢苏三星 他这个人不懂得说脸 即便有再大的本事这样做 总会找人讨厌 但是在他这种人身上 却有一个极强的优点 让人无法漠视 那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他会竭尽所能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包容他 你说是不是 是 应做先生所言即逝 先生请 嗯 你手一直在流血 还站这儿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上医院 一点小伤没事 不行 处理不好会感染的 我的意思是 刚才是因为山海有危险 所以陈队长才受的伤 是毕章说得对 你们两个人赶紧帮我 送他上医院 是 去吧 真可惜 如果不是日本人突然来了 这件事本来可以完美解决的 你说李默群这个人 怎么这么狡猾呀 他自己不出面 大把日本人给搬来了 李默群既然给了苏三星 查阅档案的权限 就知道苏三星一旦出了事 他也跑不掉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 要让日本人来救他 他也知道 毕章粮想对付的其实是他 我本以为陈生这个计划 已经够天衣无缝的了 没想到还是功亏于亏 这里每一个人都不容小看 每次吃血过多都觉得好饿 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想吃什么 我请 我想一下 能想到吃 我就放心了 你觉得日本人 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案是经过这次变故 一定会清查归当 毕章粮一定会让我参与的 这么说 我们有可能会找到 精密计划了 陈队长 你真的帮了我们很多 唐队长 因为我们是朋友 大案是个人的 特别在那里 你不得了 看得到 好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这样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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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我们应该想办法先应付啊 早想好了吧 说 随便编一个喽啰的名字 就说此人无故失踪 把放火 盗情报 打晕苏三省的罪名 全部推到他身上去 那这姓名和来历 一定要编得说得过去 还要死无对证 这事你尽自复杂 哪有那么容易啊 哪说得轻巧 这样吧 你晚上打牌多输一点给我 不完的话我可能办不妥 个小子佬 对了 这两天白天待在行动处 哪都不要去啊 为什么 处理档案室要重新清点归大 别人做我不放心 还是得你来 这个得算加班的吧 要不要把你的旧账 先给你算一下 我手疼 我要去医院 不算账了 算你够狠 这里就是今年入档的所有文件了 这些东西清点完了 这盘点的事是不是就结束了呀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呀 那里还有一个绝密文件柜 除了出座 谁也不知道里边撞了什么 等出座告诉我 那里边也可以了 这事才算完结 这事跟我们也没关系吧 娜姐 等这盘点完了 我请你去米糕梅跳舞吧 有一个华尔兹你会吗 会啊 我还专门做了一条物群呢 太好了 咱们练习一下 来 开始 有 不错吗 不错不错 不错呀 陈队长 要不要把我办公室的留声机 给你们拿来呀 真把这儿当米糕梅了 出座 我 美人当前情不自禁 像你这种年纪 也不知道我们年轻人的冲动 伟大伟小 美大 出去 那么咱们处理 现在最高的机密情报 是什么 归零计划 原来这归零计划 不是放这儿的 谁让你过来的 行行行 过去行了吧 保险箱密码所上的数字 每次我都会恢复成 七 六 七 不过苏三醒要是上次真的被我们整死了 不过苏三醒要是上次真的被我们整死了 也确实是挺冤的 盈左已经打来电话了 说让姓苏的明天就回来 吃了这么大的亏 所以 也该收敛收敛了 不过颖左说得对 像苏三醒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也确实是个人才 要按这么说 你跟唐山海 哪个不比他人才 这句话怎么像是在骂我呢 如果人才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叫心腹打患 这次多亏了李主任 您及时请来了 盈左将军前来营救 不然的话 我估计我在现场就被毕中良打死了 没想到毕中良为了对付我 竟然设计了一个这么大的圈套 我太清敌了 怪三醒 三醒实在是太不会做人了 太急于求成 这才险些丢了性命 三醒 回去以后不要再有新的动作 先老老实实地在他手下当载 三醒明白 至于行动处里面其他人 你也清楚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 先让兵不动 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 我一定替你扳回一局 是 三醒紧记李主任教会 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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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嫌 我也只是为了我自己 你要是死了 我也活不成 你有没有后悔过 为什么要后悔 寄人篱下的感觉 没那么好受 如果你无能 别人会瞧不起你 但是如果你有能耐 别人会视你为眼中钉 就算是眼中钉 我也要做一颗 别人永远都拔不出来的钉子 不 别人会瞧不起你 就算是眼中钉 既然犯罪嫌疑人已经畏罪潜逃 那么在没有抓到此人前 没有证据证明苏三性 跟此人是同伙 是不是这样啊 毕处长 是 我已经派人继续抓捕嫌疑人了 那么我还是愿意相信苏三行先生 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忠诚的 我也相信 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误会 英左将军 出座 我愿用加倍的忠诚和努力 来报答二位对我的信任 我只是希望每一位 进入到我们阵营当中的精英 都能像我们日本军人这样 一掷对敌 攻击东亚共同权 毕章站 你作为一个领导者 我相信你有足够的智慧 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是 我一定率领行动处主委 全力以赴 定不负颖左先生所望 你 хот过来 你怎么会不会看到任何人 我军人 我军人 你怎么会唱的 我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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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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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也觉得中共的麻雀 就在我们行动处里边 唐山海跟他说你就是中共的麻雀